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杀了三位女童 那年纪都很轻 六岁 九岁 就非常年轻 非常可爱的小孩子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治安事件 它凸显的当然都是很多社会层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它引发了整个英国的大暴动 而且原因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谣言 说这个17岁说这个杀人凶险啊 他其实呢是一位非法淫移 然后呢甚至于把细节讲得非常的细腻 而且是穆斯林 而且是穆斯林 说他怎么样从法国啊 然后偷渡到英国啊 然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啊 如何如何 就引发了就大家去这个要去攻击清真室 然后去烧清真室 然后警方去维安 然后呢穆斯林团体呢就出来反这个这一些抗议者 所以三方啊混乱的局面之下 他们抓了至少超过700人 那现在人数还在累积当中 当然这两天稍微的平静一点 可是整整的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啊 那么都在这个骚乱当中 十天 英国到底怎么 因为这后来完全证明这是一个谣言 而且英国的官方本来因为17岁 是不公布他的姓名啊 不公布他的身份 但因为事情闹得太大 他在8月1号的时候 也就是其实三天后就立刻公布了 17岁的少年 然后他的是出生 他其实就是出生在英国 那么当然他是 他的父母是来自于卢安达 所以呢他确实肤色是黑的 但是呢他是基督徒 所以这一切 他不是穆斯林 他出生在英国 这一连串的事实 没有遏止整个社会的暴乱 所以他要问的是 这只是一个谣言引发的暴乱 还是英国深层的社会 已经出了严重问题 这一次呢 我开玩笑讲说 大不列天终于列了 以前大就是他不列 但是他他其实列了 那也有人把他跟2011年的 那次的伦敦的骚骚动作 都做比较 那个规模不一样 现在英国的英国的官方的估计 这一次的暴动所造成的损失 是2011年的一次 大家以为已经很严重的伦敦的骚动的好几十倍 第二个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大伦敦 因为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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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他的空间 空间感很特别的国家 因为他很有历史 所以他许多的 他的大城市不多 这次已经大概有40个以上的城市 都都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暴动 就是有检查出动的 有抓人的 最少40个 那英国所说英国认为的城市 整个英国也不过才60几个 所以你要知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人 叫得出名字的所谓的城市 现在都在骚动当当中 有部分的都已经在宵禁了 好那英国到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大灾问 因为我们在关这当然是一个恶性事件 就是不管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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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17岁 他是什么人 嗯 那个就说就是一个 你总觉得反正在社会当中 他会存在这种这种的情况 进到一个舞蹈教教室 那舞蹈教室大大部分都是小的小女生嘛 看了可以想可以想着可可爱的小女生 然后送到舞蹈教室去去学习 然后杀了三个小孩 他的他的可怕在于就是说 很快的他就用移民的这种反移民的情绪 去包装的这个事件 没错 而之后不管你官方或者新闻媒体如何去曾经这件事情都没有用 不消 就是如果一开始大家觉得说一场误会搞搞错了 这并不是穆斯林也不是新移民 那他就应该会缓和下来一点 可是并没有 没有 相反的还继续越烧越越忘就是许多的许多的社会冲突或者是暴动 三天以后啊他就已经忘了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那那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已经不在乎呢一开始那个事件是怎么样他根本就没有没有人在在在care了而而是他把某些压抑的那个社会情绪呢就是一根一根火火柴把那汽油桶给炸了那那个那个汽油的那个桶子里面本来装 装的是什么你本来并不知道炸了那小的原来里面的都都是愤怒的情绪他就把炸开来所以他的重点在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就说为什么一个一个事件是没有办法澄清吗 嗯而且呢警察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到处警车呢都被烧而且零元购也出现 嗯在英国的零元购许多的那些的店家呢现在呢都是不止是用门门板用大石头去去找大石头推出 主机大石头在石头挡在自己的店门口因为那个进来了之后呢当着你的面的就把东西的全全部都搬走零元购许也出现这个反应的就是说英国英国这个社会 他很明显的 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他作为一个危机社会分裂社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成熟 那光是这从二零一六年我们就从过四年前来来看 四年前的时候呢 呃或者说八八年前八八年前的我们在讨论就两两只黑天鹅的时候一个就是川普的当选一个是英国的脱欧 八年前英国的开始开始脱欧脱欧之所以会在不预期当中竟然脱欧成功 以至于呢卡麦隆卡麦隆还曾经短暂的回来担任外向 卡麦隆在当时都都下台就脱不在他的预期里面 他他认为呢最后的投票结果不会脱 但是最后竟然脱成了 你就知道在当时英国英国社会的底层 对于英国加入欧盟之后的生活是不满 好不好不满一定有了不可能在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很满意或者对每个事情都正面描述 可是在许多事情的讨论的过程当中 只描述呢这个事件的负面 而没有看到那个事件的正面 没有看到英国呢在在欧盟体系里面他吃香喝辣的部分 而且看他负面的部分好那就脱欧了脱欧了之后其实整个脱欧的程序走完是到2021年 才真正走完成程序英国才开始真正感受到脱欧之后英国是什么样子 其实不过就是这三年的时间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2016年 其实虽然英国提出了很多脱欧的理由 脱欧这一方就包括了之前的英国的前首相 Boris Johnson 他是脱欧派的大将 他提到说哎呀英国给了欧洲太多的钱 然后英国的法律啊被欧洲啊 这个压制啊有很多没有办法定定自己的这一个法律 但他其实脱欧真正的原因就是反移民 对他们就是不要让欧洲相对贫穷的国家的移民不断的移入英国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反移民那个底层就是反移民 但是经过了你刚提到2021年 真正的脱欧到现在三年的时间 英国没有变更好 英国其实变更糟 更糟了 这这三年的除从脱欧之后呢 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个大的变化 包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他短短的三年 他换了五个手向 不不不不不不只换党 你说你从卡麦隆下来了之之后 苏纳克是最后一个 可是中间呢 还经过了那个什么 那个 嗯 特斯 对对对 特斯拉 就是特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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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还有还 叫及在的美运的你记性真不错对不对 英语两个女的 因为出来出来两两个女首相 那你像你想你想 你要这个 这个就就是 特拉斯特拉斯总共在在位才四十几天的时间了 他上来之后 英国股市崩跌近乎破产 然后呢在这在卷的价格 高 他的存在 就是就是告诉你英国出了大问题 而那个时候之所以呢会会出现一个苏纳克就认为苏纳克呢是学财经的跟英国的伦敦的金融街的关系呢是是比较密切的 所以他上来了之后可以把英国的金融稳住 可是你看得出来苏纳克其实不是因为他的肤色背景的关系 而是因为英国的情势注定苏纳克呢连收烂摊子都没有办法 所以呢苏纳克呢即使勉强撑了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英国保守党将和日下 最后就是你看到的也不过就是呢两个多月前英国的选举工党大胜 那个那个盛世是二战之后吹吹枯拉朽的胜利 是保守党的空前的挫败保守党近乎要泡沫化了 在这种的情况下就是这个社会绝对出了大问题 那你在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其实他只是从脱欧 然后你看到呢英国的英国的保守党的重大的挫败 然后呢你看到呢这样子的一个空空前的三三十几个四十个城市以上的这样一个暴动 他是一系列的事件而他的底层是经济的问题 这个经济问题就是英国最风光的时候 他真的是已经过了 英国的经济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不要说在疫情期间英国的通膨非常的严重 英国的通膨比美国还还严重 对没错 而且当美国的通膨结束的时候英国的通膨都还收收不了长 他持续时间也比美国比其他欧陆国家长 他有将近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的通膨力 这所有已开发国家当中他的通膨最为严重 是那你说到现在为止结束了吗 并没有 就他的通膨缓和了一些了 但是也还没有像在像让美国到了百分之三左右 基本上英国的经经济出了大问题脱欧之后想象当中脱欧之后 因为我们对许多的许多的社会问题的处理的方式啊 经常就是觉得把某一些的措施或者是决定倒过来 那我们就会回回回到以前的样子 但是其实他都不是 英国以为就是我只要脱欧了 那我的生活就回到脱欧加入欧盟以前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更糟了 表面上来看啊 其实你如果去看经济数据的话 表面上来看他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他都是一直在维持着那个 我怎么样子可以维系两个季度 不要是负成长的 因为技术上来说 只要连续两个季度都是负成长的话 他就进入衰退 然后英国就一直拼命的就是 我看能不能够做到说 让我一个季度衰退 另外一个季度就成长 所以他一直在零的这个附近 然后在徘徊在挣扎 技术上来看他没有进入衰退 但是因为通膨非常严重 那这个通膨当然跟脱欧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从欧洲进口的所有的商品 那个物价涨得非常的凶 去年路透社有一则报道 那个报道我觉得是 我们现在要理解英国生活 很重要的一个报道 它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报道 他说从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二年的六月 就是二零二一年六月到二零二二年的六月 路透社他是英国的媒体 他引用英国的资料告诉大家说 有一千一百三十万人 因为经济困难 每天处于食物短缺或饥饿状态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英国 一个已开发国家吗 七分之一人口 七分之一的人口是每天 他不是贫穷 他是每天处于食物短缺或饥饿的状态 那是二零二三年六月 那没有现在更新的统计 但我们看不出来说英国有任何的状况是好转的 那另外一个指标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脱欧脱垮了英国 但我不认为 我认为当他一九七零一九八零年代 确立了他要轻产业轻制造重金融 这一条政策之后 英国就注定衰退 而且很难反转 为什么其中一个指标你看今年有一个数字 那个是Made in UK 这个团体他们所做的统计 就是全世界的前十大制造国 英国原本还勉强排在第十名 现在他已经脱离 他就已经被踢出第十名了 台湾就挤到了第十名了 台湾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挤掉了英国 可是英国那个不断的滑落 制造业不断的滑落 他金融撑得起来吗 我要告诉各位他金融也撑不起来 因为他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叫做安谋 当他被软银收购了之后呢 重新上市 他选择去纳斯达克 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 而不在英国的伦敦交易所上市 这跟艾斯摩尔是一样的对你就知道说 你就知道说对于安谋这样的公司 英国现在认为是他们珍珠中的珍珠 可是不在英国上市 跑到纳斯达克去上市 而且已经被软银买了 不是他是先被软银收购了之后下市了之后 然后又重新上市 然后选择到纳斯达克上市 他这里面就反映出来就是 你就连想要当金融中心都已经变得很困难 理论上来讲 当你是金融中心的时候 当21世纪初我们在谈New Lincoln的时候 纽约伦敦香港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的伦敦 以及西方媒体的大肆炒作的香港 他都已经不复21世纪初 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的充满了希望感 而且认为21世纪 三大洲就看着这这这这三个亮点 他他跟你二二十多年前的预期呢出入很大 那英国他的通膨的问题他的失业的问题他的移民的问题 二零一九年我要忘记 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呢 我还去了英国 我还我还开着车 我我从伦敦开到爱丁堡 那把把整个的英国家走一遍 当然就就就有观光客啦 待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感受英国 我记得我还在节目当中讲 英国超贵什么东西都都超贵 跟我跟我再去 美国的感受 就是你知道英美就是超贵 因为我们这种观光客啊 你总是会去吃汉堡吃吃麦当劳 吃他最最庶民的食物 你一吃你就知道那个那个 物价会会到怎么样的水平 你在美国在英国只能吃炸鱼啊 对就是那又又又又难吃啊 你待个两天就受受不了 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其他 那其他东西就更更贵 可是你最最少知道就是 那个时候英国英国的经济啊 还没有真的脱欧之后的那种的萧萧条感 可是现在英国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这种的暴动的形态 是一种的绝绝望感的暴动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 我根本就不care你是什么原因 大家呢每天呢 在在在网路上面来讲的呼朋引伴的 然后呢就就是 把所有英国过去的那种的足球暴动啊 搬到呢英国本身的再上演一次 过过去英国的英国的足球暴名是很有名的 反正到外外头的时候 他他就是跟你闹 没有理由的跟你闹 你警察怎么劝他怎么讲都没有用 现在英国的情况呢 就类似这种的情况 好那你你更难想象在2019年 当当香港的烧动的时候 英国呢还还用那那那那种的 那种深度介入 然后欢迎了欢迎了这香港的这BNO 好都都能拿BNO护照呢 到英国那那些跟拿BNO护照去英国的那些的香港人 我我不能说大家都后悔 但是去的时候你现在是不受欢迎的 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感觉到是不受欢迎的 没错就他把你当当作是一种的相对低低低阶的外来的移民 那个逻辑呢是一样的 好那英国呢英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同样的也受到了欧乌战争的影响 欧乌战争之后大量的欧洲的资资金外移 其他的其他的国国国家呢如果如果赢百百分之五十英国起码赢百分之八十 因为英英美之之间不管从伦敦跟纽约的各种金融中心的关系 他们是昂萨的爸爸跟儿子那种的关系非同学寻常资金的搬移呢是非常快的 所以英国的资金的外逃过去英国在欧盟体系里面的时候 我那时候英国的时候因为我就反正我妈跟跟看到吃饭啊等等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他们认为英英国在欧盟里面呢其实享受到一些呢 他们看不到的好处尤其是外来的投资 所有想要进欧盟的资金因为大部分会的是英语 所以都会把总部摆在英国 英国就吸纳了欧盟里面大部分的外资 可是英国脱欧了之后呢 英国呢每年的少少平均每一年少掉百分之二十三左右的外外资 少了百分之二三的外资大部分都去哪里都到了旁边的法国 法国是法语我那地球上面会用法语的人中中就不多吧 我相信有大部分还有一部分到了西班牙对啊但是最近西班牙跟法国的经济算还不错 对其实其实如果你看到法国并不是说并并不是说他的他的经济政策或者是什么什么原因 基本上面他们是英国脱欧洲的受益者就英国原来在欧盟里面享受到的东西他总 还是会在欧盟里面那去哪里就就到了法法国就隔着一个英吉利海峡这么这么近 所以从英国的角度看法国之后会觉得法国就是一个移民偷偷渡的一个港口许多人都跑到法国的时候等等在那个英吉利海峡的港口然后过去但是你倒过来看有更多的资金的本来知道到英国的现在都到了法国所以最近的英国英国的动乱里面的又出现了一种的讨论一方面工工党回回来了 大家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要从重新加入欧盟呢但是呢欧盟现在可不乐意就算是冯德莱恩在他也不乐意了而且法国已经表明了说他们绝对不会再欢迎英国了对就是进进出出出的没有礼貌 哈哈哈我们刚提到的是英国脱欧之后生活没有变更好那么有他属于就是庶民的我刚提到的那是路透社我其实很惊讶这一则报道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工党上任 上任之后施凯尔其实上任之后没有几天他们就宣布说英国已经破产嗯对这个我也很很惊讶他才刚刚上来大赢啊对大胜了之后呢他接着就宣布说英国已经破产 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分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真的英国的财政状况是非常糟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不管是或者是你看到这个之后所接的苏纳克他们其实都在财政上面花了很多功夫 嗯东部西部的你知道他的财政是拮据的啊所以呢工党上台了之后先告诉你说英国已经破产嗯但我相信这也是在打预防针因为理论上来讲以工党来说他就是要多做很多的公共建设嘛英国现在的公共建设是很破烂的嗯是长期失修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们是要承诺我必须要提供很多的公共服务给英国选民的啊 但问题是他的财政上面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嗯所以他要先打预防针告诉大家我因为已经破产了所以呢我这边要征税可是我这边公共服务没办法提供太多嗯他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先打预防针保守党害我们破产他可能讲了我觉得七成的事实嗯但三成是来打预防针的为什么用七成的事实因为你如果抛开中央来看的话从二零一八年到现在你知道英国有多少个地方政府破产了吗七个八个八个八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嗯 啊在欧美是这样地方政府因为是独立的他的运作嗯所以他是可以宣布破产的在美国也是有过这种州地方的州破产的嗯他就直接破产啊破产这当然就是要去协商债务啊从来他这个政府是不会倒但是这个他之前欠的债嗯他就会跟你重新协商就赖账完那时候我就可以赖账嗯好所以你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个破产嗯你从基层民众 有七分之一的人陷于饥饿的状况啊所以他们把气都出在穆斯林身上那坦白说穆斯林的占比有那么高吗嗯其实并不高百分之五嗯可是他们很多集中在城市里头因为他们到当中当选了好几个市长叫伦敦市长九个九个而且伦敦已经第三届了都是穆斯林当选的这也是把他他他他毕竟是白人的祖祖师爷嘛昂萨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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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其实白人白人的这种白白人主义在这一次的暴动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嗯好那马斯克就直接说说这个英国哈已经内战不可避免嗯当然英国现在上下下下痛恨马斯克痛批他这样子但你怎么去看英国因为我们刚刚去谈了这个暴乱背后很深沉的就是经济上面的衰败而且经济上面击中难返 从中央到地方上面的破产然后再看到说他们现在看到的没有前景的一个未来然后对于有色族群哦因为穆斯林虽然只占百分之五嗯可是在伦敦哦白人嗯不到四成嗯伦敦啦因为他并不是普遍的但是你越是城市然后白人的比例越低有色人种的比例越高嗯你觉得马斯克 这一番评论怎么看一大大伦敦有一千多万个人口那你甚至可以把牛津啊剑桥啊这些的都包裹在里面他非常精英嗯那刚父亲提到就是说英国的很多的公共建设落后 这个是真的我我我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我我是开着车呢从伦敦呢开到爱丁堡然后开到尼斯湖我想去看水怪当然没看到了好但是呢再从尼斯湖回来的时候我就从爱丁堡的搭夜车卧铺回回到了伦敦 嗯因为我总想像就是说你你想到英国之后因为你看哈利波特中去啊那个古古色古香啊那种建建筑物就就就就是就西方的那种发发丝丝骨之幽情可是你知道就是说古老跟破破就是两回事可是我给你搭夜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不是古老是破旧那个那个夜夜车甚至于那种尿烧我我很很难形容那样的感觉好吧但是但是他终究还还是一个一个旅游的感觉可是你在你在你在在回 回来说你就发现了英国英国这个国家的总体的国力是真的是有问题的他在打中的冲胖子所以呢所以当当这新的新的工党的总理上来上来了之后呢他之所以宣布破产当然并不是英国会会破产而是他发现英国的英国的就政府财务里面有大量的黑洞那个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他的那个账是怎么做出来都不知道就是如果不是保守 那这个黑帐都不会被看到的大家就继续的就以为说英国还过得去就继续这样子过了工党上来之后呢才发现他接手的呢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空壳子那这个工党无非呢在讲这件事情可是现在 现在呢整个的英国如果他们要再团结在一起 他们唯一的唯一的希望呢就是大家一起呢K马斯克 这个呢大概是英国呢现在最大的共识 因为马马斯克就是就嘴巴痒你知道吗就是 大家会说他他他他干嘛去挑英国他不是只只挑英国啊他最近光光是呢过去一个月里面他已经连连开车三枪他也他也针对委内瑞拉所以 他不是有你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定的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说好像特别冲着英国冲着谁他他跟委内瑞拉的这个就说 呃也吵得煞有其事 是的就是大家那样刀来刀来见见见网的骂他是独独裁者骂他是什么东西 马斯克骂的非常有情绪啊然后呢他也对于呢德国 德国的就说呢这个保保守党那也也开始呢大大开杀这杀戒 他是他是对英国在处理就是所谓的所谓的这种的右翼的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很不爽 但是他会说那马马斯克最近封部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之前对台湾问题的假话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乌克兰问我问题都是这么的直直白就是简单暴暴力的表达的方式 可是在过去当他在谈乌克兰 在谈台湾的时候 英国会有感觉吗 美国会感没有感觉 可当我谈你英国的时候你你就有感感觉了吧 天然的就觉得马斯克的那句话 三风点火的就他们俨然现在就是把 原来的那个事件的以额传额那个是个导火线 可是认为真的是把英国给炸是马斯克 所以呢连他们的警察局局长都都出来讲说马斯克这个键盘侠 你你不要以为呢在英国英国犯罪才有事 键盘侠犯罪一样是有事 在威胁马斯克你不要到英国来到英国来说不定他逮捕他吗 是这意思吗 我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就是这意思就是你马斯克你就不要被我碰到 你就不要到英国在哪条马路上被我逮逮到 逮到的时候我有有有你好看 他们现在几乎天天啊 从从这个首相开始天天的都有人出来骂马马斯克 那马斯克我我们之前讲过他每天就是乱乱乱乱乱发推 一天发个几几十条推都有可能啊推杀他的吗 然后他最无聊的就是他经常的就是用一句话去呼应人家 其实并不是他很有很完整讲什么 他觉得这个呢很讲话很很激烈的人 他就流流流流流的话 或者说 awson excellent 他的一天到晚都发送了东西 他就就把这就把那个人讲话呢 就算到马斯克这身上 而且他的推文因为他是世界上面粉丝最多的 他一亿九千多万的的粉 他任何一条一条 他的粉比英国人口还多两倍多啊 所以他任何一条推文哪怕就只是一个 所引发的那个的回应呢 都都是几百万的英国就受不了 那英国现在呢在街头暴动人就把马斯克当神一样 就就觉得马斯克好像他们的军师 那当他预言了英国的暴动的时候老实讲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事件刚发生的那两三天的时候 情绪在酝酿但是没有扩大 马斯克讲完之后才开始 好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英国的衰落 已经无可避免 而且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任何可以救英国的方法 换人执政并不代表说他们可以带来新的展望 脱欧也救不了英国 换成工党坦白说你说 英国真的就向左转了吗 No 不是 其实应该是他们右派的这个保守党呢 已经让他们绝望 然后右派的崩溃 可是右派的恐惧才刚刚开始 所以 如果印象没错的话 我记得马斯克不知道是他的祖父祖母 还是他的外祖父外祖母 其实就是来自于英国的曼特斯特 然后他们是移民到南非 然后接着生下了他的 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 应该是他母亲这一代 然后呢 接着呢他 在南非出生 然后他才移民到 加拿大移民到这个美国去的 所以其实他的 父祖父祖辈 其实是来自于英国的曼特斯特 那么 但他所看到的其实恰恰就是 英国内部 现在对于 移民的高度恐惧 可是 你知道他真的赶走了移民 英国生存的下去吗 英国其实是生存不下去 当然啊 当然 因为他们有一段期间因为疫情 然后有因为脱欧 所以呢 他们就管制了所有从欧洲 进来的这一些 移民 就就发现到说 哇 很多卡车没有人开 然后很多街头的清洁工作 没有人做 很多相对比较 辛苦的工作 也没有人做 那也是导致他们后来通膨变得很严重的原因 因为这一些低街的工作没有人做 价格就提高了工资提高了之后 所有的这个成本也通通都跟着提高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在20世纪最大的帝国 正在 快速衰落 这个大下倒下来的那个情景 我觉得这场暴乱 大概就是那个大下倒下来情景的一次反射 他他真的就像是红楼梦里面 嗯嗯 眼看他大 眼看他大了 红楼梦 红楼梦让大家不生唏嘘之感 从他的那个太太虚幻境的做红楼梦的起头 到最后红楼梦的这个就是说的甲府要崩解钱的时候 到他崩解之前甲府里面的人是没有感觉的 嗯嗯嗯 他们基本上面都还各个各自找找各自的乐子 觉得这种的乐子呢是永远不会解 还各自搞自己的这个贪污 对就各各搞各的就他的在崩解前的那个那个讯号 当局者 他们并不解决的那很快的就会瓦解 但是英国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 他很明显 那 马斯克固然嘴巴呢 非常非常的 丘 那因此你要去呢你要去清算马斯克了OK啦那个只是出口气 解决不了英国的问题 所以英国英国眼前的眼前的情况 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如果当下的美国 没有一个烂摊子自己要收拾 美国或许可以的去撑着英国 让让英国的还勉强维持个门面 可是美国现在自顾不暇 所以英国的现在的问题 他必须要自己去收拾 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就要去收拾 他再想要回到欧盟也不可能 所以英国的眼前的那个困境 我们除了刚开完教讲说呢大大不列颠的分裂 他起码他将来的变成小不列颠是很有可能 如果英国在这时候的暴乱在在在持续下去 苏格兰跟爱尔兰 本来呢就特别是北爱了 北爱呢跟跟苏格兰跟英国之间的缝隙 在脱欧之后呢本来就就非常的 脆弱 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认为现在的公共党的史塔末 是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 嗯 嗯